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对于起手来讲压力也比较大 而今年的赛制也是对以往抽签上有很大的改进 改进方法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今年男子的是属于大家到了以后到赛场 然后才进行临时抽签 就是你在比赛之前你是不知道你自己的对手是谁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先后 那么往年可能是上半区对下半区 但是我们大概其知道对手 而今年都是充满了未知 这样的话对局的质量也会非常的刺激 对 我还要补充一点 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以往是以等级分为分上下半区 对 等级分 要是按那种打法的话 王天一和张维彤 他们两个碰不到在这个阶段 就是只能是在最后决赛 对 最后决赛 因为张维彤第二位 王天一第一位 这个等级分这两年 也可以说他们两个人 一直引领着我们象棋界的选手 王天一排第一 张维彤排第二 那么现在的这个赛制 就打破了等级分的这个壁垒 所以说就是更充满了悬念 那么他们两个人 是在争夺决赛选择的时候遭遇 然后黑方选择的马八进七 王天一还是采用非常喜爱的补像 飞像局 张维彤又在这里 有一个比较新颖的硬法 然后红方接下来走兵三级 黑方再走竹三级 竹三级 竹三级 也活通马路 对 这个骑马局是最近有一些选手手 原来是程敬超还有孟辰他们走这一骑 然后最近张维彤看看这效果不错 他呢也采用了这个左马 对 黑方挑马 这等于是又形成了 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单体马 对阵平风马的这么一个骑 红方的这个单体马就是比较稳健 看得出来王天一也没着急 拿一个先手 他也是希望这个骑能够下得更扎实一些 接下来呢 黑方走向七级五 不 他是先狙一级一吧 他是先飞这个向 然后红方走十四级五 黑方又走狙一级一 对 长狙 红方又狙走狙一 黑方又狙狙一 连狙 类似这儿的阵型呢 其实在以往的队局当中呢 也出现过 黑方呢 就是走双正马 两个横狙 霸王狙 对 就你哪个狙出来了 出来我就跟你队狙 有可能我就来邀队你 当然也根据这个实际的需要 对 那么这个骑呢 就是说的 黑方呢 也是一个比较稳土的阵型 红方呢 是单体马 比较清零 这个暂时呢 双方都不会呢 这个引起的激烈的这个对攻 所以说双方呢 也在不断的揣摩一下对方的这个意图 是 黑棋 张维通 狙一九平四 然后对调 黑方再狙一平四吃掉 红方再狙一平四出来 就总来说啊 这个棋局都非常的平稳 是 郑维通和王天一呢 两个人呢 也多次较量 对 所以说两个人呢 也彼此呢 非常的了解 是 那么黑方呢 选择了一个炮八推二 嗯 这个局面下退炮 他的意思是准备平炮 然后再对兵吗 嗯 应该是 那像这种局面 张老师 他还有其他 比如说可不可以这么把 先把这个转给走活了呀 这也是一种选择啊 就是这种对兵呢 是比较直观的走法 就是说我把两个码头呢 都解放了啊 然后将来有机会呢 再去攀登啊 嗯 这个 但是这个走法呢 就是一般专业高手呢 不愿意这么去下 嗯 因为觉得用高项去对兵呢 还是 容易呢 这个动作慢 啊 容易破坏这个阵型的 这个协调性 但是这个局面下呢 黑方呢倒也可以 嗯 也不是坏起 就是黑方也可以走 嗯 但炮八推二本身呢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嗯 这个问题呢 是出在后边 啊 炮八推二 好 炮八推二 然后洪方 这个时候呢 就是走了一个 可能让对手呢 没有怎么想到的走法 对 就是洪方 就在这么平稳的局面当中 因为洪方如果再不找鞋 也不好发展了 是的 因为你比如说进鞠 没有他这样炮八平七 将来还多了鞠子平八 马三进四 对 你要八平六呢 末首成规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动作 嗯 他还就正常平炮 对 也没有明显的招 洪方呢 就是王天印的零机一动呢 他肯定是见招拆招 这种鞋 他肯定不可能 是事前有太多的准备 对 因为这种散手战呢 往往是叫做打冲局 双方呢 布局呢 你看起来都很平稳 但是 是较量的呢 这个中局的力量 还有残局的功力 洪方呢 弃一个兵呢 就是想把这个平稳的局面呢 来挑起争端 是 他正好趁着这个像 正好飞的是七像 这个马正好是一条线 然后卡着自己的象眼 这条线稍微的 有那么一点点的问题 那天一呢 也在我们队呢 这个训练 比赛了有三年 这个那会儿呢 大家都住在队里边 那你对天一的这个印象怎么样的 你能说说你对天一的这种感觉 就是说他主要棋风上吧 因为他现在棋呢 确实是锋芒正进 你觉得他这个有什么 跟其他的棋手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他的棋风真的是非常下得很强硬 他的招法 然后一般看他的棋觉得非常的 非常有劲啊 但是一般也不是特别好学 像我们这个主要是后面的招法 可能跟不上的话 还真是很难学到 所以也就是 这也就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 强 棋风非常的 你觉得他的棋风比较强硬 对 我觉得他风格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看每个人的评价都不一样 我倒是觉得呢 王天一的棋风呢 就是说他比较追求这个棋的道理 这个呢还是继承了我们这个北京河北啊 就是经济这一代的这个棋风格 就是说有些球道派的味道啊 还是追求棋艺的高效 你像我们这个原来河北队的李来群 刘简中 杨青这些高手啊 对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帮助指导 我们北京的原来这个老一辈子 包括更早的这个孝然侯玉山 当然这些老先生都都不在了啊 包括后来我们北京的这个傅王名张瑞 这些呢还都是比较啊 这个追求这个棋的这个啊 高效的啊 特别是这样近代的这个李来群啊 为代表的 我觉得对我们这个经济啊 这个棋风的影响是很大的啊 球道派 当然我们自己也不能自吹自擂啊 但是呢 正是由于这种理念呢 这个还是推断呢 推动了这个棋的这个前行 黑方呢 红方送兵以后 黑方租三级 我觉得就必须要哭 我要是下这个棋的话 因为我们要追求效率 不能说这个兵人家对了 我去进居保住 后来有一天吃饭碰到周围通了 我说你怎么不拱掉他 他说他比较顾计这个泡发平棋 对 我说你平泡你就平开吧 对吧 你就把香气了吧 这个他吃个香你过足 这也很难讲 他说他妈就进棋呢 这个 对 他说这个棋不是挺难办 我说那你再坐这边再回来吧 他说哦 他说可能 他说当时没有想太多 其实这个棋呢 他送你就再气回去吧 好 因为这个棋你拱了 他打过来以后一打这里边有什么锅呀什么这个 就是他的兵种什么的这些啊 是 存在这一定的这个弱点 嗯 另外他就说他换了马以后 跳马 跳马也不要紧 跳马你 这个你再拱他这也可以 这个那都不一定 就说这个棋呢 起码是双方 就是感觉上这样比较浅 也是比较 黑方呢要强硬 就是面对红方的挑战呢 对 黑方应该去接受 对 那么郑维彤呢 就比较稳健啊 稳啊 他居自进三了 这个在局部上呢就退了 这个就说两个人 两个大高手一较量 这剑一亮出来 那么黑方这个掌居呢 就有点失落了 这个世纸上就落了下方 啊 那么接下来红方 顺势干嘛踩居 啊 那么肯定红方高兴了 黑方只能居四平 这也只能顶住 不然他这个又一才是先手啊 那红方 等于你这个居到远的时候 我再滚 你再吃过来 反正 你飞呢 这个象比较高 你飞他可能还是泡泡平期 马就近期 对吧 还是 这一套变化 因为这种马顶着不要紧 他随时可以解套啊 随时可以去腰队 最主要是 针对你的这个阵型部分呢 红方有一些啊 先手的动作啊 那么黑方又居六平三 吃过来 对 你看就等于是 如果我直接队了冰 你吃 我的马就吃在这 对 现在等于白走了一步跳马 那么红方就把马自进三呢 这步棋呢 就正到了 嗯 就是在平稳的当中呢 王天一通过这个 弃兵的这个战术 要挑起这个纷争呢 黑方呢 没有接受 就是走到了一个烧亏的局面 所以说 我们这个两大高手啊 这种较量 从心理上来来看的 从招法上也能够查到 他们的一些啊 分析出一些 他们的这个变化 那么这个局面 接下来黑方呢 果然是一再求稳 再过来 对跑 这步棋又示弱 嗯 我觉得这个郑维同啊 可能也感觉到 这个棋局的压力了啊 少一个兵 然后说就 赶快去对此吧 不行我这个争取 把这个局面 稳住来 对 但是更所谓 树于静而风不停 嗯 树于静而风不止 对 你想稳 他已经占了便宜了 他不会给你稳的机会 是 所以这个地方 黑方 这个心态也不是特别好 从棋上来看 还是一个马三次刺 这个地方不用怕 他老怕这个 嗯 在怕他这样 那先进马 先登你中兵嘛 然后再给你有点牵制嘛 然后这个棋 总之呢 这个走法呢 是正道啊 嗯 那这个平区 又稍有点示弱 红方就把这个炮打掉 换了 黑方 骑队八 灯回 红方这个时候呢 炮花瓶六 对 其实王天忆的起研 你看前面 你刚才说的 他是强硬 他哪不及强硬的呢 就这一条起研 前面对 几乎他没有可能很强硬 嗯 所以说王天忆的风格不是强硬啊 嗯 这个当然每个人的理解啊都不一样 那就不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嗯 所以说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我觉得呢这个王天忆下棋比较积极 是 就是说 呃 他在平稳的局面当中呢 有时不甘心呢 这个去平稳 嗯 而是希望呢 把这个棋呢 走出一些变化 但是他采用的方式 往往是很平稳的 对 所以说这一点上 你有的时候呢 这个呃 不能完全理解 他棋义风格的选手呢 还不能完全理解 嗯 实际他下棋呢 还是追求这个高效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郑伟彤走到这儿啊 从这个心理上来讲呢 呃 就略处理点下方 但是这个棋目前来看呢 倒没有说严重的问题 嗯 对 这个时候呢 郑伟彤呢 可能是 也是想 摆出一个姿态 啊 啊 觉得呢 要去抢占一些 啊 要位 他选择了一个马三进四 对 跳马 嗯 谁料到这一步棋呢 就变成了败招 是 从这个专业的分析来讲 这步棋 一步棋就走败了 嗯 大家说 你说的是不是 言过其实了 那好 稍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 继续分析 这盘精彩的对局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接下来呢 我们 继续给大家讲解 王天一对郑伟彤 在个人赛决战当中呢 这个精彩的对局 黑棋上步棋 走马三进四 对 他可能是忽略了 洪方一个强硬的手段 对 也是一个突围的 有效的途径 是 其实在终局来看 如果没有特别仔细发现的话 可能也会忽略这步棋 我觉得 他呢 这步棋本意呢 是想争先 但是呢 你的阵型呢 后防呢不稳 所以黑方的这步跳马呢 就是受人以细 还是应该呢 哪怕博士也好 或者马八进七 上个正马也好 都比这个实战呢 要好了很多 他上了正马以后呢 就给了洪方一个 战术的机会 洪方马上 对不起 很厉害啊 炮中进七 把底势给打了 对 张辉同呢 他 后来呢 这个 听他这个自己说 他可能没有看到 没有注意打底势 打势 他可能看得到 这个 作为一等一的 决定高手呢 怎么会看不到 一炮换俩事 他主要对后边的判断 对 主要就是换完以后 他这个棋到底好 还是不好 可能 对 的这种认识 他主要是没有看到 洪方随后的 马九进七 这个对马 对完马以后呢 突然呢 他就感觉到 这个阵型的就松动了 所以也可以说 这一天呀 对阵王天一的时候啊 这个王 这个王天一状态 还是不错的 心明眼亮 对 当然王天一呢 最后呢 也是战胜了郑维同 最后一盘又战胜了汪洋呢 实现了个人的 第三个冠军 也在众多的年轻选手当中呢 显得尤为突出 也再次证实了 自己的实力 当然这个郑维同呢 这盘状态肯定是不好 这个棋呀 好像没有完全进入状态 就稀里糊涂的 输给了这个对手 当然郑维同呢 也是呢 支持而后勇 回去以后呢 就是在这个个人赛 之后几天的比赛当中啊 跟王天一 在这个碧桂园 这个奖金最高的 这个大赛当中呢 再次遭遇 他们两个又在郭亚军会合了 那个棋是四番战 是 最后郑维同呢 就是显现曼棋就把对手击败 随后曼棋双方打平 然后郑维同在加赛快捷当中呢 是比较完美的 几乎是完美的招法呢 战胜了对手 所以说他们两个呢 确实也是各有千秋 整体来看呢 我认为王天一呢 略好一些 但是这种优势呢 还是非常微妙的 对 那这番棋 就是走到这儿 黑方呢 忽略了洪方 炮击几次的这个手段 那么黑方走到这儿 他也只能去吃 吃料 如果知识呢 也不是不行 跳马他炮了腿 肯定也是洪的要好 可能要是从实战的效果来看 还真是跳马要好 跳马呢 还不至于输得那么惨 对 先把这个 阵型 但是呢 骑手在临场当中呢 会有这么一种想法 觉得我这试丢了 白丢一个试 不太能接受 对 但是从冷静的角度来讲 走跳马 要比降五平四呢 更加合理 但是人在队局当中呢 他一方面合理 还有一个接受的问题 他觉得白丢一个试 还是不肯接受 是的 对 那么所以说这个 下棋呢 真是一个智慧的测试石啊 也随时呢 考验着啊 每位选手的啊 这种智力 来 他降五平四啊 红方 红方 四进九 一砍试 上将 橘四平击 所以红方用一个炮 换掉了黑方的 两个试一个像 对 这个就是 物质上呢 红方实际上呢 还是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因为两个试加一个像啊 它的价值呢 应该比一个炮呢 应该略高一些 当然还要看紫 紫力的配合 试像处于防御紫 防御紫呢 应该说一个试一个像啊 就跟一个炮 价值接近 它又多了一个试 还是便宜 这种是怎么判断呢 就是看 少紫方 有没有进一步进攻的能力 对 其实如果说 在这个局面下 再往后走的话 那可能我们也能够觉得 哎 红方还不错 但是从它 炮流近期打势开始 就要计算到后面 这个整个局势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就是 真的是挺厉害 很难的 它是这样 就是高手下棋啊 它也不是什么局面 都能够一下看到底 因为还有很多变化 它主要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形式判断 对 它一看这个局面啊 它可控 甚至它有一些优势 那它在 抉择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选择了 因为它一看 这个棋两个马 对你构成了 这个有力的威胁 然后呢 你不好动 比如说你去登这个 你都没有这个机会 这个像被吃着 因为我点江 你就上三楼了 上三楼 那就太危险了 是吧 所以说呢 就这种棋呢 点江你上三楼 我一江就把你泡就吃了 所以说 黑方的这个棋 最主要是什么呢 它没有反击的能力 所以这个棋 黑方呢 就是显得呢 有一点尴尬 进攻又没有办法 防御呢 自己的阵型呢 又破损了 那就看这个多子 能不能起到防御的作用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 黑方先是进了个将 他提一将 将下降 他一个队子 这个队子比较务实 郑威彤可能开始的时候啊 也没有怎么 对这个局面呢 敏锐度不够 也可以说郑威彤的状态呢 这番级不太好 对完马以后呢 郑威彤好来就说 他就感觉这个棋 感觉肯定是 就是很难去支撑了 是 因为这个子 这个马呀 一个是进攻的潜在力量 另外他有一个 防御中将 对 这个很关键 但这个马呢 不对又不行 所以后边的棋呢 应该说呢 红方呢 这个道路呢 越来越平坦 是 进攻的这个阻碍呢 就逐步的 这个打通了 黑方被迫 换掉没办法了 红方拒 他吃回来 拒去退伍 那么现在红方还踩着中向 中向 黑方要再多一个向 这个其中 对现在有一个向的话 肯定 就能守住了 对 那黑方就占优了 是 那么黑方没办法 就向武进三 他只能飞起来了 我们看看 就说王天一啊 就是后边怎么表演 就是他怎么去进攻 对 在这个局面下 后面下的还是很准的 我觉得真的做得挺好 如果100分的话 可以得95分 就是这个局面下 我们先给大家 点一下兵吧 红方呢 是四个兵 对你三个足 另外他多了一个 这个三楼兵 大家看 这个是尖兵 将来呢 一个是本人 他有根 也很大缺的 因为他永远是一个随时 可以过河的兵 力量 就是这一个兵 跟两个项加起来 就基本上是一个大子了 甚至强于一个大子 所以说呢 红方虽然少一个大子 但是他实际的物质呢 是有绝对的优势 这个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我少过炮 我都不好 但是呢 要综合对比 对 那么黑方呢 最主要是 刚才说了 就是攻守都没有 特别好的方法 主要是这个马 现在又跳不上去 他先走去 太弱了 太弱了 他走炮二平四 他当时呢 也没有走炮二平五 他想的是将军的时候 他能电炮是吧 对 他炮二平五呢 他是不是怕对方 马三歼二啊 马三歼二把你塞住 下部有挂脚什么的 也有可能 这么将军 他有点看不清楚 是 这个 就是说你搁在这 红方可能多了一个 马三歼二的手段 这样的话 他有可能就是 通过一将就把你这个马吃掉 那个马就不好保了 存在这儿的危险 对 他可能 就能走 巨八尖二了 巨八尖二 我就不能 把你马吃了吗 吃了 他 把中边给打掉 我出将 你有骑吗 好像也没骑 骑倒是没骑 对 你杀不住我 因为你老将 永远出不来 所以说呢 他有这样的担心吧 就这样之 所以他 他觉得实战肯定想说 炮瓶瓶死还挺稳正的嘛 你将军我把这个炮一收回来 对 这个阵型觉得 我还能守 是这样 但是这个旗呢 王天一呢 进攻还是比较准确 对 我们看啊 他先点炮 他先抓 他中兵 先抓中兵 对 抓中兵让你这个马定型 对 他让马跳起来 跳到这儿 他再进一步 然后再进去抓炮 这样就 黑方这个炮呢 现在跑不了 只能呢 请距过来看住 他这个时候 把这个三兵的力量呢 来 运用上了 对 他会马再顺制一踢 你这儿 只不能 横着动 横着动 马炮都丢 那残局肯定输了 他只能够竖着动 他是退了一步 就是退一 进一步 他也是冰三级 嗯 无论你进退 他就是冰三级了 对 这儿等于红方这个冰呢 就滚过去了 因为黑方没有实际上这个冰啊 嗯 就真像我们奇艳所说 小冰过河顶拿去 是的 之后这个冰就发挥了跟鞠一样的作用 几乎一样 嗯 现在马跳不上去了 他 马回来 准备从这边再倒 嗯 从右翼再倒 冰武进一 冰武进一 他 拱冬兵呢 就准备随时 把你这个中族吃掉 也不让黑方拱中族 是吧 黑方这个时候 找不到招了 他乱走了一个马五金六 红方冰三瓶四一拱 一拱 他又回去了 又回来了 这个时候张维同时间也紧了 嗯 呃 就双方实际啊 这种决赛的较量 往往是一个全面的 特别是心理 嗯 但前面呢 这个张维同呢 由于这个退缩 以及失误啊 这个棋已经 走得比较 啊 亏损很大了 所以走到这儿呢 他也知道这个棋呢 就不太好了 对 他是 就是进一 嗯 他马上进一了 他跳出来 嗯 他出将 对 他要将军 他就先进一出来 他就马一击三 把他登上 他把他定住 哦 他马五金登了几下 他去八平七 反正 他捉了 对 对 就是黑方不能长走 长走是犯规的 然后他是 炮四平三 嗯 洪方去八金二一将 给一将 嗯 这儿你如果你上将呢 他将来怕他马三退一啊 马三 对 马三退一比较厉害 吃吃吃 底一将 把军一扣掉 马一将一将 鞠八平四 对对对 他上了 对 他套三退二了 嗯 所以他 刚才为什么说 九十五分呢 嗯 就是他实战当中呢 他是走了一个马三退四 也够赢 哦 对 这个军名下回马 也是很好的棋 对 就这步棋九十五分 其他都是一百一百分 嗯 洪方这里还有一个冰四平五 哦 是最厉害的 就说你如果拱啊 他正好这个鞠拉回来 哦 交纱 你这个就没着手 守不住是吧 挡住都被挡住 挡不住 你只能来送子了 送子就肯定输了 对 大子丢回来 就这步鞠八平四是挡不住的 嗯 嗯 这个其实黑方 黑方丢子了 嗯 那实战当中呢 平均 他是走马三退四也很好 黑方如果要是登了的话 沙江再吃 就多吃一个 黑方 他只能回底 就是打底相 吃鞠 对 他鞠八退二 鞠八退二 他如果换了呢 这个棋呢 就拱下去摇一样 鞠一将吃掉也可以 就说这个黑方鞠炮 鞠两个兵嘛 骑马 对 他主要减化不了 对 这边鞠炮 那么最后几步棋 我们来看 马五进四 我们帮鞠八平四一将 这儿的鞠马有冷招 然后再将军 把鞠定在中架 然后马四进三 又一蹦 叫沙 这个棋呢 到难度不是特别大了 因为作为这个 绝顶的高手呢 这个大家呢 就基本功了 就是鞠马 怎么去单方杀 但王天一呢 走得也很精确 对 他上将 然后继继续冲下来 等于这个棋呢 黑方主要是无可奈何了 因为你鞠躲开我一将 就鞠五戒二了 等于红方这个鞠马兵呢 形成这个围攻 可以说黑方走到这儿呢 办预定 最后的两步棋是 他炮三进一 红方兵四进一将 黑方最下降 出将叫沙 老帅也用上了 对 这儿绝杀了 他居四进一 面临拱将 只用掌局看住 他居五戒二将死 居五戒二一将 那么王天一 王天一呢 最后呢 战胜了张维彤 在决赛当中呢 他又再次呢 战胜了汪洋 汪洋 对 获得了这个 个人赛的 第三个冠军 也是他职业生涯的 第三个冠军 好 祝贺 这个天一 那好 今天的这个对局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再见